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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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setting都真的是很急着做啊 因为我刚才快点赶着去赚钱 赚完钱了才来跟大家做直播 等一下啊 抱歉啊 迟了一点点 因为我相信有在做的人应该也没有心情听我讲的啦 刚才 跌到这么紧张 这么好的机会在那边赚不可能不去赚的啦 OK 所以我现在先看check一下看我的那个我们的link啊 来 telegram 我现在刚刚发出去啊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出来啊 OK 喝水先喝水先 出来出来 快点出来 看有没有出来 聊股会有惊爆信息第八十 等一下啊 大家等一下啊 来 刚进来的股友们先把我分伤出去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都有机会呢 今天能够进来听我们的聊股会有股课惊爆信息的第八十集了 各位啊 那么啊 要说不做不做 一做也做 这么接近八十集啊 其实加加买买到那些 我没有算的都成一百集左右了啦 for了股会哦 那么相信以前有在跟着我们的人都应该 呃 有有有benefit到吧 我不知道啦 so OK 所以我来这边这个做了这个share了 OK 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到的 OK 这边 对 check 声音 给大家等我一下啊 我 check 声音是否是ok 那么我们就可以 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了 OK 好 那我们先出去先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 又可以来到了这个 所谓的聊股会有股票进爆信息的第八十集 要跟大家分享啦 所以呢 呃 来到这边刚才是有一点呃 刺激 好 刚才有一点刺激 呃 很好赚一下啊 其实刚才如果有做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啊 OK 等一下啊 哎呦 我的facebook不能 我又要重新开过 refresh refresh一下 可以了吗 看一下 嗯 should be ok already right let me see the video ok 可以了 其实价价买买到那些我没有算的都整一百个 ok 好啦 好 那么 各位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先来一个discream咯 以上 现在跟之后所分享的所有的金融产品 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 并非任何买卖建议 如果要买卖任何的金融产品 我是tony lim 大家晚上好 那么今天呢 刚才有跟大家提了 我本来是十点钟想要开这一个直播 但是呢 因为 啊 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那么啊 我就 pok pok进去啊 赶快去赚一点小钱先 然后呢 再开直播 那么啊 相信刚才有在这个市场上的人都应该看得到黄金跟我预期的之前一模一样 然后呢 是暴跌了的啊 下跌下去 所以这个不赚百不赚 那么大好的机会哪里可能会错过呢 哪里可能去错过呢 对不对 搞不好我这25分钟就已经够我一个月花费的钱了 我哪里可能不做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不起各位 真的是25分钟也是要也是要delay你们了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最好赚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去赚了 真的是抱歉了 那么当然也也解决了我的我的赚钱的那个 objet也做完了 所以这个是时候现在要开直播了 那么当然啊 等下10点半还有机会啦 跟着我们的人都知道啊 那么现在 但是我还是觉得啊 刚才赚的应该是够了啦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稍微聊一聊一下啊 好 那么先来一下看一下 Sengpeng 你好 还有我们的Janson Yu 你好 还有我们的One Time Mark Benson 我Benson很快啊 Lithrop出来了 Jasmine Steven Solar West OK 老师黄金真的大跌啊 老师你对黄金 对于原有什么看法 OK 等一下我们来讲然后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更仔细的 当然是在下面的那个link 我有一个来临的这个啊 我们的教学会啦 那么啊 这几天也是忙啊 其实忙着啊 准备那个教学会啊 就是不用钱的 因为其实这个是我的report来的 我每个月都会做report的嘛 我自己有去看market发生什么事情 我应该要从哪里去做 哪一个方向 不管是股票 马股 美股啊 哪一个国家啦 我都有做啦 so 因为我都是靠这个钻刺啊 没有做我就没有饭刺啊 ok 所以我就是要做我的功课啦 然后每个月我都会做了的 我就会统计 那么最近都在统计着这个 最近做的一些research 那么希望说能够在来临的这个 教学会呢 能够给大家一些 所谓的参考价值啦 那么啊 当然啦 就是最近的马股又是会是怎么样 我们的budget出来了过会怎么样 当然也一定不会少的啊 那么budget那一边呢 我其实已经做了蛮多的准备啦 就是呢 根据我们的 也感谢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 包括KBGM啊 等等很多那些 他们的research啊 其实都很帮 都有帮助哦 所以呢 我看了过后 其实 it really make sense then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 still try to look for it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因为我有时候一直读太多啊 那我里面激荡了哦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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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 ok ok 那么啦 先来讲力刹啊 ok力刹的话呢 我是觉得说 刚才我们benson问了 第二个该问我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股票啊 sola s 我就先今天呢 因为是聊股会友嘛 聊股会友就是聊天嘛 那么聊天我就不要讲太多废话啊 我们就直接就是聊啊 我们的股友有什么样的要求 你们什么要问的 啊就尽量进来问哦 然后呢我可以回答到的 我会尽我的能力啦 benson啊还有谁都好哦 如果你们本身有问股票 麻烦大家多隆多隆 或者什么指数都好 请给我那个点数 让我有办法可以知道呢 怎样帮助到大家 因为不然的话我真的只是靠奖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对吗 那么LITRAC3.9 3.9 3.9多是我刚才讲 3.9多的是 是不是LITRAC 还是哪一个了啊 等一下我忘记那个股友了 等一下 啊3.93 LITRAC3.93呢 我只能够告诉你哈 啊这个 你不用太过担心我们的benson股友 ok 那么啊我对LITRAC 其实我也是有做一些小小研究啦 那么如果你今天是做中长期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可以 啊收住是不用太过担心太多的 因为毕竟他的现在的PE也不会太高 然后LITRAC也是啊 我们说没有的选了的啦 一定是要走他那那那那 啊你要怎样走 我问你要怎样转来转去 没有的转你就是一定要走他那条路 啊那么呢 我是觉得说LITRAC是ok的啦 是呃 可能要再给他一个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 It should be alright 他还是会上的 只是说他最近上的那个速度 稍微会有一点慢 我先跟你讲 那么啊不会说 对不是讲慢对不起 讲的不是很正确 啊涨的不会太快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budget出来哈 我们也是知道budget现在不会说太过 呃偏向于要人家去 啊就是股票方面去做短期 然后也不是说不说短期啦 如果你买的比较多啊就是钱买的比较多 那么要还了stem duty 就比较多一点点啦 ok就是有调高了嘛 他的那maximum cap也是adjust了嘛 那么啊 因为整体上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股市应该是啊 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我另当别论了我会再分教学会讲多一点 但是现在我会继续跟大家大概长或短说 因为我的research很长嘛 我只能够讲啊未来它会慢慢涨 它还是会涨的 只是说它短期之内可能会一些修复这个一定的啦 这个budget出来啊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就是跑不掉 所以甚至d truck啦 那么solar west的话 这个股有问的 我是只能够跟你讲说是看你 就会不会对这个再生能源 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对于这个再生能源 或者说不要用 呃呃呃呃呃呃 不要不要用油啦 的看法其实是蛮 蛮strong的我觉得 因为未来你看它给很多exemption 这个exemption那一个for这种再生能源 所以我觉得啊solar west也是 未来是有看头的啦 如果你能够收长期就比较ok 但是短期去做的话 现在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做短期了啦 这样子的一个law出来的话 我更加不大想要去做短期在这个 呃这个股票里面 尤其是马股 那么我会呃比较偏向期货 呃指数跟我的商品 所以我会比较多 在那一个方面去做呃呃呃 short term 我觉得会比较多 因为毕竟我也不需要花 花费呃太多的 呃太多的资金啦 太多的钱 ok来我看一下啊 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0点35分 大家ok okso 那么基本上呢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 呃这两只股票我们解决了 ok来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forsteven steven是solar west嘛 那么再来呢就是呃我们的 yohengfong hi good good hi ton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还有超线讲黄金真的大跌 对没有错是expected了的 那么 feather reserve会做这样子动作 我们永远都知道我是走趋势 然后啊现阶段的我只能说原油啊啊原油的看法 我是觉得现在已经要进入winter了 所以啊进入winter的话我相信原油是会下跌的啊原油是会下跌 当然啊 呃有一些人是看涨原因就是因为看到原油一直在涨 他们认为说原油会一直这样子涨下去 所以 那么啊我我我不敢讲不会啊那么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因为winter的来临再加上说呃生产量有一致提高的一个现象 所以原油应该没有错在来临的呃这两个月里面呢 会有一个修复下跌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呃他又会有一个修复 但是啊讲修复的好呢最主要的就是80块钱美元的barrel 这个这一桶这个一桶的这个价位呢是非常啊事关重要 如果跌破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跌 这是我对原油的一个看法excuse me 大家晚上好周杰伦的歌对但今天很久没听了吧对不对 那么最近也听回去这个周杰伦的歌也觉得还蛮不错啊 因为也很久没听了 OK啊大家peace啊看到我们的Roy还有我们的Paul hello大家好 那么我们的Sky晚上好 Kim Yik Konghello你好 The truck回复你啦 Benson你可以听回去啊那个是 Tan Siu Kim Tan Siu Miss Tan OK还有我们的Corty 老师晚上好开心就好 OK very good 还有我们的Gold price drop Yeah Jensen So a lot of people is making quite handsome and quite pretty much of money So非常开心有参加我们的这个 七十为王的上个月的课程 The Ctas的人啦应该是抓到了的啦 我有跟大家讲有没有抓到我不知道啦 But我觉得应该是要抓到的啦 Should be啦 因为方向都这么明显跟大家讲了 全部东西不用讲的太明啦 我都画到这么明了啊 我的直播也讲到这样了 如果还get不到我真的不懂要讲什么了啦 那么这个是我的分析啦 也不是什么buy call sell call 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但是我还是会跟大家讲明确一点点就是方向在哪里 那么见明Parma0.82跌破0.8可以再加码吗 那么如果你买Parma的话我先跟你讲 我自己也是有买着Parma有一些我也是会收forlong 收住它了我先跟你讲 那么原因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情况不管疫情它是不可能说 虽然说是已经重开经济了 但是它不会一天之内马上不见了 那么呢我相信只要是医疗保健的公司 尤其是做医疗这些的那个公司 包括Parma这种呢 我还是会有一部分的钱会去收它的 因为我相信它的那个dividend也不会太烂 太烂也是区比是ok的 尤其是这种阶段他们赚的钱也不会太少的 那么当然你讲疫苗疫苗这种我就觉得不要太过去讲 因为不是 当然你不要purely hundred percent疫苗公司的话 那么你就要找跟它又做别的 像Parma它有做别的吗 不只是做疫苗吗 所以我收我是因为我觉得它有dividend 还有long term我觉得有机会 所以我就收咯 就这个是我的看法啦 我喜欢ok 不代表每个人都会喜欢的吗 你喜欢你买收long term 你不喜欢你买不要咯 It's up to you so我会收啊 我是觉得说值得 为什么我不要收咧 so 我买股票我是买来收的 我不是买来买买买买买买这样交易的 我要买买买买买 我倒不如玩期货 因为我的 我觉得更快 那么我又不用花太多的钱啊 尤其是现在又起价了 那么stamp duty 所以我就 来喝水一下 所有黄金大跌 对对这个是expected的哈 Sky Several 你可以听回我前几面的前面的几个直播 都是已经有讲的 我全没有全部有证据啊 各位我不是不是没有证据的 你们可以看回去我前面的直播 你看是多久之前讲的 嗯 因为我这样子说 其实不是要卖华占华香 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以为你真的是这样准吗 有没有这样神啊 那么我不要讲 你自己看回前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不是神不神 而是数据的东西 因为我师父以前教我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 数据是不会骗人 人可能会骗我们啊 他讲话 可以跟你讲 我跟你讲这个会上 那个股票会上啊 还是怎样啊 他可能会骗啊 你懂吗 可是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或者说一些央行啊 不管是国外的这些政府啊 怎么做政策 是不可以骗你的 因为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去修复啊 像一艘船 Ditanic的船啊 他今天他要转 这个Ditanic船啊 不是三半吗 三半我们今天要转的话 OK 他不行 他不行 不对 OK 但是Ditanic不能不行哦 你整个经济你要不行的话 他是一个 一个 一个接一个 比方说前面的 后面的人看 对不起 我讲前面他看到有 有那个雪山啊 他要跟后面的人讲 很多Captain要这样子传下去 他那个船才会转 跟这个黄金啊 源流全部是一样的concept 全部一样 Hello Jason你好 还有我们的前集分享了 谢谢我们的Chin Hin 谢谢老师指点了 赚点小钱Mata Hari 很可爱的名字 叫Mata Hari太阳 Mata Hari有赚点小钱 我也是很开心啊 那么明天呢 你应该会是成为一个 一个开心的人啊 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呢 其实我相信 有很多人都很开心啊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只要25分钟 一定要delay啊 我没有delay你 我可能会少赚我一个月的钱啊 所以真的是抱歉各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Dankin Long 你好啊 DPIH 0.45 我们来看DPIH股 有所问的问题了 OK DPIH 那么0.45DPIH 我稍微先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啊 你给我一点时间啊 OK OK我只能够告诉你呢 DPIH呢 0.45的话 可能啊 你要走中期或中短期 可能还可以 可能长期的话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的看法是说 可能价位稍微是比较高一点点了啦 我的是这样子的看法 个人看法 并非代表所有人啊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继续收的话 当然你必须要一直观察他的这个 啊 他的数据就是他公司所给的一些 嗯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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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有不管是在月季方面 或者是他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你要去看 我已经大概给了蛮清楚的方向了的 ah 那么我相信这个股票它本身应该还有走涨的一点空 还有一些空间 一些空间走涨是有的 但是你要它暴涨的有像之前这样暴涨的话 可能就比较吃力一点点 我先讲先 话要讲明的 不可以讲说讲一半一半给你听 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今天有赚钱 我不懂你是在0.45买稍微就比较高吗 如果我在低位买 我赚到一千 可能我会放一些 然后我在之后如果真的有好消息它跌下来 我再补一点票上去 这个是一个做法啦 但是并非说是 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可以给到的这个分享是到底 大概在这边 总结一句话我是觉得价钱稍微是有一点高的 然后我也是很坦白跟你讲 对不起啦我不可以 违背我自己你懂吗 就是我 我看到好我就会讲好 如果说我看到我自己都觉得说我不会买 我会给你讲不会买 如果我觉得太高我会讲太高 我觉得太低应该要少 我会给你讲少 我都是这样的 希望你们都可以谅解 那么林金水你好 你好 你好 还有我们的 Ratone 0.6 做么买 Ratone 是不是因为 5G还是什么都好啊 为什么买 Ratone呢 OK 你要 我也不清楚啦 那么我这里就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啊 你看今天跌的那个 那个 那个 percentage你应该 应该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啦 那么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不是说不好 公司不是说不好好 只是最近涨得有一点恐怖了 你明白吗 他速到这样很恐怖一下 好过后 这种情况啊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OK 就这里我们这边分享一下 聊股会有吗 那么股有肯定要聊一下吗 有机会大家聊一聊吗 怎样赚钱对不对 啊 如果你基本上看到哦 有股票啊 他一下子他速到很高价位 他可能在一个礼拜里面 他跟你暴涨一个20到30%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 叫你冲进去买这种股票 你可能要稍微 警惕一下子哦 因为通常啊 我们所谓的物极必反这句话 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一个这一句话啦 因为通常在股价暴涨的过后一轮 一定会进 一定会有一些在下面买的人 啊 他们会 excuse me 刚吃饱了 他们会选择cash out 然后呢 我们所谓liquidate 他position就卖掉拿钱了 那拿钱 他的价位就会修复 就会adjust下来 所以东的情况 为什么刚刚我会问这句话 就是因为我 我一下来都有一直有在看住他 所以我知道 有可能是因为他突然间 暴涨上去认为他会继续冲得更高 是不是 我怀疑是这样子吧 我不懂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能你要再准备多一部分的资金好了 等他真的是 有好消息还是什么 你再去adjust他价位 因为毕竟他价位其实 这一次修复是正常的啊 这次修复是正常 然后我不会说就是收 太长期啊 这种股票我通常都是中期啊 简单说我都会在底部买的啦 这种股我不会在高价去买的 那么策略性方面的话 高价买到就比较头痛一点点 可能你要进行一些止损啊 等等什么这些啦 etcetera啦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底部买到没有问题的 那个你just keep point 他会上去的 这种股票都是这样的一个pattern来的哦 好那么再来 Ivan老板不要讲很多人都是 大家都是自己投资的人就是老板哦 那么大家投资在公司 那么你就是公司的老板 大家都是老板哦 不要这么说 啊大家都一样哈 那么hello在老师 tony tony晚上好 晚上好 那么enway on 讲老师晚上好 5071啊 买在0.92啊 看法是怎样 5071啊 给我们来看一下啦 5071啊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5071哦 啊 Coster Coster的话 来我帮你研究研究一下哈 OK啦 Coster我觉得你啊 我 我有去研究过 想一下 那时候我研究出来的结果 Record Record OK 那么Coster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收一个长期啦 可能他会比较偏向一个一个状况 要能够忍呢 就是说他会上了 他会修复一下 然后慢慢再上回去 他不会说 直接性的上去 这个是Coster啦 so I don't I don't know that 我也不知道你是否是真的是收货长期 当然毕竟他从2015年你已经跌了很多了 到现在为止啦 你要他说就是 继续再跌更多是 我觉得是也也也比较难了啦 我是这样子的看法 但是earning方面可能要要要进步一下咯 要进步 然后啊 这是整体上Coster的看法啦 所以我只能说Coster要收的咯 你真的要有耐心咯 这个是eng way on 问我的一个问题 诶我refresh一下 因为我看不到那个comment了 comment有没有跑出来 OK我看一下有了吗 哦有了有了 老师可否说一下Dinos啊 在四毛半买啊 可是股价一直跌 OK我省 等一下我首先先 我突然间 Dinos我会讲啊 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股友哦 他在 呃我 我们要开始之前的时候 他就有在我的post那边 然后开回去我的post在那里 他有问我一只股票的 那么 这只股票哦 我可能 哇 哇这样多啊 so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才刚刚看到 How is Palma situation 到Steven我刚看到 这个我已经回答了 Steven请你看回去Palma啦 你真正要收长期的咯 所以depending on 你自己今天是要做炒作 还是什么 我是不会炒作的 Palma我还是会收住的 你不用跟我讲的啦 你讲到死我 还是 我不听的 我是这种人的 OK 我不急着要去拿那个钱来用 你明白吗 他又给Dividend 我觉得Dividend香 我是不会放的 OK 除非有什么特殊理由 我才会去选择 要放 然后我看一下 MG是这样子讲 老师请点评科技股 一直突破新高的看法 OK OK 我想一下 怎样子跟你讲 OK 科技股哦 也不是说一次 你要讲科技股 你要看是讲哪一个国家 因为我先回复回刚才的那个 在post那边 他们提早有放了的一些comment 非常抱歉 我忘了一下子哦 那么 MG那么科技股 不会一直突破新高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因为科技很多人讲都是未来的趋势 那么当然我也同意 但是这里呢 你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科技公司他们所做的他们的产品是否有competitor就是竞争对手取代他或者是说 他的 他有没有说 涨得太高 已经超越了他的 我们所谓的expected value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根据我的看法 创新高是 是好事 那么如果说你自己不能够顶 为什么一直看到他创新高 我想买一点你就拿你portfolio里面的资金出来可能说 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portfolio里面的10% 10%或者20%或者多少你去买是ok的 但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他可能会下跌的 那么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两个刚刚我讲了 第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同行 你要看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他的同行出来呢就是会取代他了 如果有会取代他这家公司你真的要小心了 因为他可能就说就好像比方说blackberry 大家懂blackberry的手机吗 以前blackberry手机呢 他出的时候是我们就讲Nokia先啦 ok Nokia以前我用Nokia很远哦 有的是我相信比较 比较有年纪的人知道我讲Nokia什么年轻一点的可能没有听过啦 Nokia现在已经没有人没有人讲了 Nokia Nokia手机 那么Nokia手机 以前Nokia之前是大哥大手机 ok那个大大哥好像水壶这样子 然后出了Nokia Nokia出Sonic Ericsson Sonic Ericsson就拿来拍照嘛 哇很帅耶 可以拍照真的是 对啦 然后过后 以前Nokia可以send SMS 我们就哇 SMS可以send了 就就好像call机就没有用了嘛 so被取代call机就被被取代 Nokia取代去了 然后过Sonic Ericsson取代 然后blackberry因为有那个keypad 被取就取代了Sonic Ericsson等等这些 到现在smartphone出来blackberry就没有了 所以科技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注意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这些公司会不会被取代 如果他的产品会被取代的话 你可能就要想办法换公司投资 就不要投在那一个科技 科技他一转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下的 他上的时候他会上 可能说业绩不好好修复一些 但是他一跌他就会一直跌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 这个是给Angie哦 那么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新税务Stand Duty明年股市基金操作策略方法以动向吗 我这个要讲很长哦 这个 呃 我看我留在我的这个教学会我再讲更多有关于到这个策略啊这个 budget的问题在下面有一个link你们自己来参与啦 那个那个教学会不用钱的 你们再到时进来哦 你们click进去register就可以了 我会讲比较多有关于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有数据秀给你看 当然你问我说 明年的股市操作这些东西 我只能说我的操作方法呢 我提早已经在 今年年头的时候 我有开始有慢慢跟大家说 我已经会慢慢 年终吧 我相信应该年终我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我有50%是在股票而已 另外的20跟30我会分成指数 跟商品 那么其实 呃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说他会起 多少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budget 但是我知道会有变动啦 因为我相信他最主要这一次是 比较三千三百二十一个 呃 我们讲 triple 啊 billion啊就是 大多数都是 呃 比较偏向 给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只能够这么说 就是说他要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不是让我们去 呃 去develop啊就是我去 砸钱在这边还是那边 到时候我再教学会再讲多一点啦 这个东西啊 那么你问我 呃操作方式 我是觉得50%会在股市哦 我不会放太多在股市了的现在 然后呃 另外30-20我会分开 就是说我会在我的商品跟我的指数方面 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setting 我的心不会痛 明白我的心比较不会痛 因为不然的话真的是要付很多的费用啦 所以我是相信一年一年变啦 希望明年会再改变哦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看法啦 老师你提倡的六三亿的投资策略是否还仍然生效呢 OK 六三亿法则呢 其实如果说你在呃 我们这个所谓的永城哦 是可以生效的 其实可以用的 只是说在现阶段的话 呃 一你就可以少做 不用做了 几乎是 那个一可以转去做指数跟商品 那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你是这样子去炒作的话 可能说就比较粗一点点 如果说资金比较大的人 那么如果你几百千 一百千 或者到两百千 可能还没有说相差很大 两三百千以上可能就 相差比较吃力一点点 那个 那个stand duty啊 所以呢 我的那个10%我是觉得说 呃 我会比较少做的 那么6-3的话 你还 still can be can remain 因为经济复苏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股市是会上涨 尤其是那种垄断式企业 还是会继续上的 然后呢 循环性的企业呢 其实呢 还是一样也是会上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I still can practice 只有那个10% 可能要修复一下 还有很多人的 group 跟晚上见这些 都谢谢大家哦 呃 OK 再来看一下 老师分享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 reeds的看法 OK 那么 呃 呃 马来西亚的reeds 跟新加坡的reeds的话 你要听 呃 要听真话 吗 有时候很辛苦 要讲真的是 呃 你给我想一下 我要怎么说 OK 我这样子讲就好了哈 我比较行我比较喜欢 新加坡的reeds 因为 新加坡的土地也比较少 新加坡政府在管制方面 房地产尤其是 property方面会比较不一样 OK 那么我比较喜欢 新加坡的reeds 当然不排算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 马来西亚reeds 我也是有投马来西亚reeds 只是如果我有的选 的话 如果是长期的话 长期 我会比较选 多部分在新加坡 然后 马来西亚部分 可能会 比较少一点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 Sengbyang问我老师 想问Valentia Tech 如何看 Valentia Tech 我大概有帮你看的 就是我在找着Sengbyang 这一个人 因为他是第一个问我的 我就是刚才看到 第一个就是有问到 OK 这支股票呢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你可以收长期的话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他是有机会会上去的 好 那么呢 在这边呢 我们来回答刚才最后一个叫 Denonce的 我还是记得你 我没有没有忘记你 我只是忘记名字是谁问了 但是我还是记得你去114 那么今天已经跌了一个1.4% 三毛半左右 对不对 Denonce Technology 那么 这样子的股票呢 其实我只能够说你买在 我不会买的价位 那么如果 是买在接近今天 所谓的价位附近的话 那么收一个中期 其实不会太过的担心 他是还有机会会 报上去的 就是弹回上去 但是呢 如果是玩长期投资人 可能我不会选择 在这个现阶段去 去投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的 公司来做长期 for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是based on现在 我不是说 他不好 我是讲现在的情况 公司是ok的 ok 公司是ok的 我可以收 ok MSM一块七毛二 ok 我们来看一下MSM一块七毛二 ok MSM一块七毛二 现在已经一块五 吧啦 一块五 一块半 一块半 那么 之前我知道很多人说 因为很低了 然后也有很多人开始进去买来收 啊等等这些啦 我有时候 要讲 要讲一下 我是觉得说 它是 以 以循环性来讲的话 它是有机会会长 但是以长期性来说 其实还有很多的变化 还有很多的变化 变数还在里面 所以呃 如果说 中 长期 去投的话 哎 长期去投的话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中期可能说 比方说 我在一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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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比方说啦 我卖了 它去到一块 一块 一块 七 我卖掉 这样子的一个pattern 是可以被接受的 比方说 如果说 我一年 反正 巴菲特 最多也是一年 赚20%左右 average 啦 我今年就赚20%了 我就收工了 我就不要再做了 ok 剩的时间 我可能拿来做一些长期投资 放在那边等收dividend 可以 就好像我这样子 所以我投的股票 有时候不是大家能够会接受的 啊 我先跟你讲这个 因为我有时看的比较长远一点的 有些股我可以放两年的 我我看的 就是我那笔钱 我准备就是放在那边两年的 因为我希望这两年 我算买它的dividend 我知道这个dividend已经够我用了 所以呢 我也知道两年后 它的价位是会上的 所以我现在根本是不理会它 可是有一些人不能 或者我投的一些股票 比方说我是觉得 它短期之间它会暴涨 那么我就会放进去 我希望它会有一个spike 然后任何的dividend没有给 可能我也可以会去接受 但是这种情况是之前 现在就比较少我会这样子做 尤其是budget过后 我会比较少这样子做了 所以现阶段MSN的话呢 除非是有可以接受的情况当下 我才会收长期 就是可以接受的数据 Right 那么equal word的话 你要能够收啦 Karen能够收是ok的啦 因为property 现在比较辛苦一点啦 property我们坦白讲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in the long term 我蛮喜欢equal word的啦 我觉得也是one of the good good company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property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风 跟development等等我都蛮喜欢 然后design infrastructure 卖方面 sales team方面这些我都很喜欢他的方法 然后他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受到一些打击啦 那么当然equal word也是有投很多国外的一些property 这些东西也是有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diversification 跟分散的一些方程式 跟他经营商业的模式 长期是可以被接受的 Karen Right 那么gabuda的话呢 跟根定啊 哇 林宝吉 明宝佑 OK啦 我就两个跟你讲啦 因为有可能有人会问到同样的啦 那么 有问到有异样的 我就大家自己看啦 就听回去就好了 gabuda的话 我是觉得说 未来是有机会会走生啦 但是你稍微要等等一下子咯 gabuda咯 那么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genting Malaysia的话 现在呃 旅游业应该会回来啦 旅游业会回来啊 但是我觉得说 他不会回到这么快 啊 不会回到这么快 会上吗 会 但是不会上的这么快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在这一边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是 他们买来就是怎么说 呃 短期的那种 呃 我就看希望说疫情好了 恢复了 复苏了 我买来让他上一下我就卖 这种的心态的 我是觉得不要啦 真的 gabuda跟genting Malaysia都一样 你不要买 不是不适合你 这个菜就不适合你了 真的真的 因为 gabuda需要时间 for infrastructure 尤其是我们现在疫情的状况 让政府的整个budget不是完完全全for development的purposes focus的 就是不专注这一边的 然后啊 虽然说是gabuda也是有 然后有机会 呃 分到 我知道 然后有一些 方案可能他们会分到啦 但是呃 我还是觉得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啦 给他一点时间去赚 然后搞不好 可能明年啦 给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咯 才去买 啊 就会比较理想咯 好不好 OK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股 OK 呃 Wincent Meta你问的是什么国家咧 还有价钱没有放我就没有讲啦 现在我就先讲啦 没有价钱的我就 呃 算了啦 我就没有讲这样多啦 OK OK有价钱的我就讲啦 OK MSC MSC的话就是两块八毛半 因为你没有讲 你没有讲价钱哦 有时候很难帮到你的啊 我也不懂用什么策略跟你讲哦 等一下讲了过后又 你的价位又帮不到了 OK 这样子讲来也没有用 讲爽罢了 我不要啦 OK MSC我看一下 MSC的话两块八毛半哦 很高一下啦 啊 我是觉得买到有一点高一下啦 怎么你会再两块八毛半买呢 Garry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这样可能你要稍微再看一下了 因为他暂时应该会修复一下 除非你后面有准备短一点资金 然后你对这间公司的看法是未来他会涨更多 那么他越跌他越跌我越买 啊这样子的情况就可以被接受 OK 好讲完 那么啊 七安寿 哈喽千寿 我知道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在黄金 是我在听我的那个 然后你讲有赚到钱啊 然后现在千七点了 Go 跌到千七点 你问我会不会跌到千七点 那么我先跟你讲 暂时现在 for现在吧 现在是十一点啊 十一点啊 他会弹回上去先的 我先直接跟你讲 你不要expect他会直接跌到千七了 今天晚上 impossible 我直接跟你讲 刚才那一轮下去已经够赚了 那么啊 会修复一下了的 现在啊 那么我的资讯 我的information 我收到的也是这样子啦 so 他会先弹回上去一下子了的 那么啊 千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啊 他下去的可能性是存在 只是他不会直接下去了的 他会慢慢adjust 他会这样了啦 跌了 他一定会无极必反 他会弹一下 然后再 再回来跌一下咯 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一个 啊 所谓的看法啦 那么 Tenaga的话呢 Henry Handy啊 Handy Chan OK Handy Chan 那种话 那么你就要看 有放价钱 我就会讲 没有价钱 我就没有讲啦 OK 9块6的话 我是觉得说 还OK 因为Tenaga 基本上我是 long term 我是觉得是不错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 呃 长期的短期投资 可能你就不要选他啦 那么长期的 我是觉得 It shouldn't be any problems啦 In the long term 我是这样子看 OK 那么dividend又香 又不错一下 那么 我觉得 OK啦 Tenaga OK OK 我看了 YTL有放价钱了 0.62 松兴恩 0.62 YTL 等一下 OK 哦 YTL 那周末会在0.62买 OK 首先 两到这一个 头痛头痛 喝水先喝水一下 呃 YTL我可以这么讲吗 呃 公司是OK 不错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OK啊 那么啊 如果你有买到0.62 那么你就问 那个有跟你讲 叫你买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会 比较给到你 比较好的 看法啦 好不好 OK SENJUNG YU HING FONG 不是不是不要回答你啊 对不起啊 啊 For soon啊 是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欢 我不懂他怎么讲 那么SENJUNG 那么是5147 5147 九毛 九毛多啦 OK SENJUNG的话 5147 0.90 我是今天的价位啦 有一点高了啦 我先跟你讲 我先讲是有点高了 看你自己啊 我是 我讲有一点高 你应该就 自己要去算一下 看你是不是 有更低 更买更多 越低 越买越更多 那种形态了 如果有就OK 就说有准备一笔钱在后面 躲着了 I don't care 我很知道这些公司是 confirm没问题的 它会上的 它未来是OK的 我准备一笔钱在后面了 它越跌 我越买 不用紧 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是OK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不会啦 因为它 有一点高啊 我的看法是 我的第一枪 砍射过去 我一定要准 我第一枪不准啊 我后面就惨了了 你知道了 后面的资金啊 不够资金是很头痛的 投资股票最讨厌 最头痛就是资金不够 但问我BIMB3块1 OK 但问我啊 BIMB OK 我觉得是OK的 不会有 涨太多 但是它不会跌很多 但SK 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觉得说要收这个BIMB for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是会上啦 有机会 可是不会上太多 It should be ok one OK 老师可以聊聊Garwan吗 Garwan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要收藏其实可以 被考虑的加以 OK 因为我在脑海里面 有的我就直接讲 好像我觉得 能的我会跟你讲能啦 我不喜欢的 我会跟你讲我不喜欢啦 好不好 OK 但是你喜欢OK啦 因为我们人各有志嘛 并不是一盘菜是 适合所有人吃的嘛 那么如果你喜欢吃这盘菜 比方说你比较喜欢吃比较咸 然后我不喜欢吃比较咸 比方说就不吃了 但是你喜欢吃比较咸 你可以吃啊 对不对 因为也是也是一盘菜嘛 可能也是会好吃耶 可能会吃吃到很好味道耶 对不对 因为你对那个咸的比较有研究嘛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Alvin 3A OK So 3A的话我来看一下啊 3A他还有一部分涨的空间啊 我先跟你说 还有一部分涨的空间 但是他会 比较high risk一点点 你要有心你准备咯 嗯 要有心准备 要懂怎样子 去布局 然后不可以越低越买的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4 3A不能不行 这样子做不可以 老师迟到了 Jackson 没关系 迟到好过没到啦 OK So我们有听在一起就好 那么我看一下 有很多贵友不会有来就好了 哈哈哈 OK OK 好啦那么我就在这一边 等一下 哎呦我去点到我这个 我的整个不进去啊 好 那么 呃 老师可以说一说 Texing 现在还有人问Texing啊 Steven Texing啊 怎么会现在问Texing呢 现在问Texing好像不是很对样哦 等一下我想一下 怎样跟你讲 呃 我 不会在这个时候买Texing 我可以这样讲吗 呃 时间点不对 OK 然后看一下呃MTPM 五毛六 OK 五毛六MTPM的话哦 会上有机会 可是你要稍微等等一下 他中期他会弹回上去 我相信会有一个5%到10%的机会是有的 Koro Zashigua Samuel 哇这么可 这么特别的名字啊 OK 说是有机会了哈 Lai Hong Lai Hong Lai Hong 两毛七 等一下哈 哈哈哈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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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您真的要收了啊?」 先讲不要急用钱 才可以考虑 是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买啦 OK这么说吗 OK但是 他的价钱是真的很新人 所以要分好几匹Hegman 要有资金在后面 这样子就 这个策略就会赢 赢的几率很高 然后以现在的价位来看的话 即使有金我也不会超过50% 想一下我这样子讲OK吗 应该有帮到你了 在策略方面 should be ok OK Jojo 老师现在买small cap的share好吗 OK small cap的share其实是 都 不是讲现在因为text的问题啦 其实small cap有small cap的好的 OK 因为呢他的 回报率 会比较多 但是他的风险 也会比较大 这个一定要 自己要懂 所以根据我的想法 就是说我应该在这个现阶段 even 即使是small cap 我都会找一些未来他会成长很多的 然后我会收比较久 我搞不好我一收是一年了 或者以上 更久了 他当然一定要有dividend给我 如果他没有dividend 中国a50首先我先来跟你谈一谈先 那中国的状况先 中国最近的这个 meeting 有那个关系到我们所谓的 OK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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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直接啊 我先走 这样 OK 中国跟美国基本上他们现在不是很 合得来 那么中国其实也不想去 寻找更多的盟友了 就是简单的说他们有在寻找只是说没有像以前这样激烈 他们会比较偏向 自己的国家 他发展自己的国家就从自己内部下手 所以大家会看到在之前的时候 科技被开刀房地产被开刀教育被开刀在中国 然后中国也在美国没有减息之前开始就采取了一个 没有生息 对不起 还没有生息就开始采取了这个tightening的这个process 所以从这个点就已经很明显大家会知道说他们都是现在会走自己那条路 所以走自己的路那么自己的国家的成长如果不要靠外面的 进口比方说 Foreign Investor可以吗 那么根据我的看法跟分析 中国是可以的 OK我只能够在这边跟你讲讲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是不能在like讲的 尤其我现在在讲的是华语 请你真 保护一下我啦 OK 那么我只能够说 In the long run 长期我相信中国的A50 还是会回去回16000 之前我在14000多讲会去16000去了16000 现在回来15300多 还会去16000多一次吗 我相信是 会 OK啊 已经讲了哈这边是有整 接近600多点 哦 很大 Core 太多了 OK来 多谢 Bl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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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啦 Anytime better than Busa in the long term Karen OK So 大概有在这边跟大家讲了 有人问 Bl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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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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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等一下 7毛多 一下子啊 我对这家公司我很 直接很坦白跟你讲 我研究不是很多 但是 我是觉得说他还有增长的机会 如果 我没有看错 OK啊 如果没有看错 但是我要先讲 你可能要自己再做多一点功课 for这一支股票 因为我相信 我对这一支股票的点评 不是最好的 我直接跟你讲 对你不敢 我的想法 因为我看的数据不够多 所以我不敢跟你讲 我给到你的这个 我个人的看法是 是OK 是good的 所以可能你要自己再多做一点点的research 一下for这个不敢 然后我觉得会比较理想 但是我是觉得是OK啦 还有涨了机会 可是我数据还不是很够 I think你继续再看一下多一点数据好吗 OK我们这一股有 老师怎么看 看种植股 种植股 种植股差不多 会maintain maintain了慢慢的 retreat 修复回来 所以你要说他在上很多的话 I don't think at this year end 靠近年底 他会 就是上去很多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跟他打一场 长战 所以因为是长战就要等到明年的6月 这样明年的6月这段期间他的dividend OK吗 如果 种植股 他的 种植股的话 他的dividend不是很美的 可能你不用考虑 但是如果dividend还蛮香的那些可能可以考虑 呀我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So Kevin Kevin Sir can talk about Alibaba prospect in the long run You want to know about Alibaba So Yep sure no problem 我只能够说 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是很棒的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做这种 网购的 有很多其实也是 超 这个阿里巴巴很多 In the long run 我相信是有机会 有机会会上回去 但是 你要他上很多的话 他不会像所谓的Microsoft或者Facebook 这样子 我的我的看法是这样 但是他会变成是 循环的一种类型 就是 他跌了过我买 他上回去 然后我就要注意了 可能说 他上到一个阶段我就要把他给卖掉 就是我会收长期最多也是收 OK应该这么说 我们可以收长期 但是中间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跟变数你就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 这个可以讲 这个不要讲了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阿里巴巴的问题对不对 那后面的那个那个人 跟他的关系他去到哪里哪里就被 被AIM了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所以注意一下咯 如果万一有什么样的状况 特别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小心 没有特别状况不要紧 还可以继续慢慢上 OK 大致上讲到这边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对不起啊有时候因为我一硕心 大家的就会跳上去 一硕心有些就不见了 所以我有看到我就讲看到我就讲了 你们有一直post我就看到 Wendy Jax0.62 Jax0.62 哇 可以等吗 可以等是OK的 Jax的话可以等是OK但是你真的是需要等了 我只能够这么说 那么0.62的话是 可以等咯你等的话是有机会 You still Prospect to come back 还会回来 Yax0.6多会回来 Yax有机会 OK 所以我讲到这一边 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有人问我的一个 看法 就是我有一个 股友他就想聊股会有的时候可以讲一下吗 现在这个budget出来了 Tony你会怎么做 那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还是会保持50% 50%在股市里面 那么这个50%可能会是在马股 可能会是在新股 可能会是在美股 我会分散 我会采用的策略就是分散中的集中 就是说我会分散不同的国家来集中一些我想要集中的股票 以现在的方式来做 然后 这是50% 另外的50%就是30-20 我会分 去做 短期的商品 操作 因为我可以操作最少 比方说黄金 我最少可以操作两年 然后指数因为爆掉过他会迎来的是一个绳子 所以我会 用指数去 做 那个方向 如果 全部东西解决了 比方说hyperinflation解决了 不会有hyperinflation的话就是恶性同胞 不会有 或者stackflation不会有 就会迎来reflationary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因为钱很多在那边 我也不用头痛 去选哪一支 我就是做下去这一支收钱就好了 我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是我会在20 2022年的时候我大概 大概会采用的方式 当然 我会在来临的教学会就是跟大家讲更多啦 OK就是一些分析啊等等这些有很多数据啦最近 可以跟大家share 好那么讲到这边我也大概讲到七七八八了要跟大家讲个东西我相信 可能还有一些人 还有股票要问的那么 不用紧 我接下来这几天 我一有时间我就会开直播 好一有时间我就会开直播当然 可能 谁还没有在我们telegram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link有一个telegram的 就是toninum投资电台 那么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免费的 就是基本面的报告 一个公司 都是会跟这个 财政预算案有扯上关系的 就是扯上一点关系 所以 接下来的一年 你们都可以一直在 我们的这个telegram里面 toninum投资电台里面 收到这样子的免费的报告 你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看 然后 我们也有每一天的一些更新给大家知道 这个走向是什么 在我们telegram还有facebook就不用讲了 Facebook你们可以follow因为我一直都有做直播嘛 那么可以给大家知道 比较update的一些info 当然我的instagram你要知道我一些私生活在哪里 跟我一些看法跟分享 可以去做我们instagram 我们那个instagram 所以接下来我会有时间我就会开多一点直播在解答大家的一些 股票跟手头上一些股票的问题 我知道有很多人 这一个budget过后就是很头痛 所以今天你讲到这边因为也迟了11点多不要 干扰大家太多时间也迟了 我们在 过后 我一有直播我就在 我们的telegram讲 即使我有直播 一有直播就讲OK可能10分钟后还是半个小时大家就 只要守在telegram你就会知道我这接下来这几天我的 行程的直播 OK好不好来 See you guys 我叫toninim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 直播再见 Cheers